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老师 大家好 我是来自院办的吴丽莎 我的演讲题目是 疫情之下 青年何为 在万众期盼的2020年到来之际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扰乱了多数人的生活 彼时的人们 面对网上铺天盖地的信息 有茫然 有困惑 有畏惧 有不安 武汉封城的消息 更是让人们意识到 这场疫情的严峻 同时也加剧了人们的恐慌感 疫情当下 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呼导 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役中 我们看到了无数青年 前夫后继 奔赴前线 为祖国 为人民 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他们是身处临床一线的医生和护士 和时间赛跑 同病种作战 与死神较量 他们的脸被泪出血痕 他们的手被汗水泡皱 他们不畏艰险 无惧生死 用生命守护生命 用医术创造奇迹 践行白衣天使的责任和使命 他们是战斗在一线的人民警察 积极开展联防联控 24小时奋战在守护平安的第一线 他们负重前行 任劳任怨 毫无怨言 正因有了他们的奉献牺牲 才有了我们的安宁幸福 他们是全国各地的社区街道乡村志愿者 用爱心传递真情 用奉献守护家园 他们不辞辛劳 积极主动 为人民群众撑起一片保护伞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志愿服务精神 他们是征风夺苗研发疫苗的科研工作者 他们是穿梭在抗疫前线的新闻记者 他们是夜以继日建设火神山 雷神山医院的建筑工人 他们是千千万万的平凡青年 用积极的行动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 为战役奉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革命先烈李大钊曾言 青年之文明 奋斗之文明也 于境遇奋斗 于时代奋斗 于经验奋斗 故青年者 人生之王 人生之春 人生之华也 在这场攻坚战中 我们青年人 用大爱无私的行动 和勇敢无畏的精神 成为这个战场上披肩直锐 英勇奋战的胜利军 青年人表现出来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底色 也是我们战胜疫情的底气 3月15日 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大学原厄医疗队 全体90后党员回信 在信中 总书记充分肯定了广大青年 在疫情防控斗争中 彰显了青春的蓬勃力量 交出了合格答卷 深情称赞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 是堪当大任的 鼓舞和激励我们 无惧风云 勇挑重担 让青春 在党和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绽放绚丽之化 青年人有理想 有本领 有担当 国家就有前途 民族就有希望 在这场疫情大考中 我们青年充分展现了 自己的爱国情怀和强大力量 相信在未来 中国青年一定能担当起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定会在青年的代代 接续奋斗中实现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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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区